是逃亂的途中等于是流浪街头 然后在那边吃的时候 看到盟军飞机来丢船单了 那想说是自己的飞机 所以就也没事继续在那边吃 就没想到他船单丢完一圈 然后再来说竟然丢炸弹 丢炸弹你看那不是糟糕 又炸死了一箩筐的人 然后我妈妈吓到赶快躲 赶快走的时候 他旁边转转头看他旁边的人都炸的 然后电线赶上了什么 都炸得人肉模糊 我妈妈每天背着我这样朝南较跑 一天走几十公里的木纹 他带着我们那个小孩 那我爸爸要打仗 他没有办法对不对 所以我爸爸还背着行李打仗 听我爸讲说到后来不得已 我妈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爸爸把我背在背上打仗 打仗怎么打 他说他握倒的时候他是撤倒 你知道吗 因为他不能怕这 他怕我被打了